解放军好消息不断 今年国庆献礼别出心裁 明年大阅兵可能性不小 大家都知道每封国庆 解放军多多少少都会弄出一些献礼 今年也不例外 细数一下就在上个月月底 各大军种开始了陆陆续续 放出一些好消息 先是一张最新流出的 99A主战坦克的照片 在居民圈里边引起了红豆 照片中被固定在平板车上的 99A没有侧群装甲 或是考虑到正常公路的通过性 避免出现超宽的情况 但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这辆99A最独特的地方 在于炮塔周边的四面火控雷达 以及顶部的两台拦截弹发射器 这两样是被夹起来组成的系统 就是大命鼎鼎的坦克主动防御系统 所谓主动防御系统 是比坦克爆炸反应装甲 还要高出一个水平的先进防御方式 雷达探测来袭击目标后 主动发射拦截弹 将来袭的目标摧毁或者提前引爆 避免直接击中坦克车身 这种东西在各国最先进的坦克和装甲车上都能见到 在无人机横行霸道的现代战场 能够保护坦克除了戈山装甲以外 也就是主动防御系统能有一些作用了 99A有了主动防御系统以后 战场生存的能力必然会再上一个台阶 在紧接着火箭军突然试射了一枚东风31甲改洲机弹道导弹 虽然提前通报了相关国舰 但从他们的反应来看 恐怕也有些措手不及 也从侧面反映了火箭军这次战略威慑行动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而后没过几天 互动中华造船厂也迎来一件喜事 我国某新型两栖攻击舰安装舰岛 以目前这个进度 今年下水的可能性真的还不小 到时候世界两栖攻击舰的历史 可能会被咱们中国来改写 一款由中国自主研发 连美国海军都没有的一款新型两栖攻击战舰 将成为台独分子的梦魇 无独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宣布 将会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上展出新型外贸战机 把国人想看的能给大家看的装备都拿出来 这也可以说是引人遐想 这新飞机究竟是FC31呢 还是红20呢 不得而知一切要等到11月才能揭晓答案 这么一看 在国庆节的前夕陆海空加上火箭军 都别处心裁的送上了国庆县礼 虽然今年没有阅兵 但这些消息并不比阅兵带来的信心少 不过大家要不必为今年75周年没有阅兵而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明年很可能会有一场大规模的阅兵 此前中国两国外长已经打成共识 将共同庆祝明年的反法西斯战争 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按照往年两国的惯例 大概率是要组织一场规模宏大的阅兵仪式 到那个时候我国最先进的现役装备肯定都要亮相 说不定俄罗斯也会派遣士兵参加活动 说实话放在现在这个国际环境中 这种阅兵是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是专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面 这是对历史的波乱反正 是对诡异出现的新纳粹势力 以及死灰敷燃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最直接的警告 大家要记住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 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 好战必亡 望战必危 我们不喜欢战争 但也不惧怕战争 有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守护 万里长城永不倒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